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樂報》是《樂報》的討論平台 我們現在進行一集直播的節目 有我余榮樣和身邊的鄭重輝 是 宇常你好 輝哥你好 大家好 也都請輝哥幫我們呼籲一下 是的 大家看了我們這個節目 有些朋友可能從頭看到《樂美休成》 過千集 謝謝 最重要是我們裏面 如果你認為我們的節目很不錯 你可以首先訂閱 分享 點讚 還有按個小鈴鐺 每一次你先看 你看了之後覺得這個是一個話題 可以分享給其他朋友 我又覺得我們這個節目有些事情 沒有其他任何在華人社會的YouTuber 是曾經做過的 是嗎 我們不單止評論 我先問一下 你聽過有哪個YouTuber 在我們的節目唱個粵曲 聽過沒有 聽過沒有 不要說粵曲 唱其他歌曲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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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YouTuber 在歐洲 不是 講評論的 評論的 特別是說譬如常見的 紅的 江峰 石山 蕭若元 陶傑 誰在節目唱個粵曲 是我們 是我們 可能是你這麼不怕醜才唱 其實不是 你唱得好就好 怕醜就做不到事情 好 我們講回入政題 這一集說一下 剛剛特首在15號 列席立法會全體會議 發表了2023年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 在一片疫情比較差的情況下 真的挺艱難的 他提出了穩中求進 但我也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穩好不要慢 但以往做事真的慢 這次特首也有講到一些事情 首先你提出 我覺得非常慢 不知道你不同意我 就是日園九場這個地方 會建成一些房屋 到時又說怎麼用 每次講都可能有些不同 但你說了 做了沒有 幾年了 是不是似乎慢 不是穩中求進 而是慢中求進 最重要我覺得 應該快就要快 這些事情未免太慢了 可能要心思細想 要過濾很多 說出來不要聽 輝哥 你有時駕車或是步行經過 連在九場另一邊 對面的殯儀館 改建都很幸運用了 是不是 那裏還是這樣 是不是 有點失望 我想澳門尤其是在公務範疇 公務運輸範疇 進展很多人都不太滿意 是 當然 我們去提出 可能 特首 又拿很多 數據 告訴我們 其實是不慢的 有些事情在進行 同步 現在又在講 甲屋 就是甲心階層的房屋 甲屋是需要經濟去支撐的 經濟的數據 就算了 都要照做的 以出之物 又需要法律去配合 法律也都完成了 已經交給立法會 等立法會一路討論 以至最後 就是細則性討論和表決 我想這些都沒有大問題 因為這些事情 不是說定一些的規則 來牽制澳門的人民 是為幫助大家的 一路做的時候 一路都可以改善的 我想甲屋 就是條件具備 就是偉龍大馬路那邊 這個本身 是一個豪宅的計劃 現在 所以 作為甲屋 我想都 其實是對的 在香港究竟 啟德機場的時候 還沒有搬到現在那裡 在附近那些土瓜環 有些人 吵龍龍 有些人 你不賣得起錢 但是老實說 一件事 如果偉龍馬路那裡 和現在大譚山一號 其實就是 如果以飛機的距離 是一水之隔 即是一線之隔 是啊 如果在香港來講 當時 啟德機場 就令到附近那些區 那些房子不得貴 但是 大譚山一號 當時 你沒有一張判票 都不給你看樓 所以 我覺得 偉龍馬路那裡 我覺得 尤其是 現在那個 大家可以去聽的 平時你 駕駛車 在大譚山那裡 聽聽 飛機有多吵 你覺得那裡 是不是都不失爲 一個好地方 第一個 我先肯定他 如果不是他的說話 當時 香港這位 建築商 投資家 劉先生 都不會 這麼辛苦 都不會這麼投資 那裡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地方 現在收回的說話 他是致城一角 有時候那些區 是很重要的 我說過的地方 就是說 豪宅與中產 豪宅與 石排灣 近在之尺 平均運大廈 就是你現在 你金海山那一帶 和東方明珠那一帶 御景灣 其實是貼住的 都貼住 但是整個區企利 金海山 都過了一帶 不會有些 好像關前後街那些 都不會好像有 都不會好像有 我今次聽這個施政報告 其實施政報告 每一次 都會去看 所以我們今次先講 房屋 你認為那裡也可以 另外一件事 澳門新街坊 地短在橫琴那邊 而特首說 三萬元一平方 它那個平方 是大陸的港幣 是平方米的 就是三千 你當它是三千 鬆一點 因為一平方米 等於10.76平方 大於英尺 大於一比一的 那你就當它是三千一 那是否都相當划 如果三千一 四百多 那就是百五萬搞定 老實說 新街坊 是便宜過橫琴裏面的樓 橫琴裏面的樓 都四五萬人民幣 一平方的 現在 買得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已經買上手 都是這個價錢 買了 所以呢 澳門將來 不用太擔憂 那些年輕人 怎樣置業 既有安居的前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落業 但是落業呢 就是我們繼續說下去 因為時間問題 不能夠說太多 落業現在還不行 現在你說震到樹葉都落 那個落業就有 你說快樂去就業呢 就似乎差點 那特首就說 這個和我和你說的 不約而同 我們有一集說 我配對的嘛 那特首說 如果騰出那些職位 本地人肯去做 就沒問題 就是特首願意 配合這個政策 但是最糟糕 有些騰出了 那些人又不去做 那形成了 配對不到 這個就是 長期困擾大家的 我想這個 都和這個島牌 還未明朗 有些關係的 就是我深信 就是當這個島牌 明朗了之後 也可能會 運作了一年半載 大家都會很清楚看見 那個就業市場 是會怎樣的 輝哥說話 真的是有文有勞 那你就帶引了我 我就說島牌 那島牌 是無疑要說的 因為在11月就要公佈 就是今個月 最多20天之內 那我又有個看法 那 我們既然已經定了 博彩這件事很重要 暫時來說 特首說了一加四 一加四的概念 一加四的概念 就是把這個 綜合旅遊休閒業 他不說博彩兩個字 進入了旅遊 就是帶動四樣東西 而被帶動的四樣東西 就是經常說的四大產業 每樣產業特首預備佔 大概各是百分之十五的 那這世大產業 都沉一沉講一些 很快醉而已 一個產業就是大健康 一個就是科創 另外一個就是特色的金融 最後那個就是文創 就是文化和體育等等 合在一起 那好 既然一去帶四的話 我想政府將來不要忌諱了 究竟呢 就說博彩不要講那麼多 宣傳那麼多 那既然我們可以行的話 是不是特首 以至他下面的官員 包括經濟財政司司長 博監局局長 我認為是要搞好這個 博彩的產業 優化 有哪些玩得不太好 我以往和你都提過 喂 經常說博彩成份太高 魚蝦蟹 你都提過了 如果是有些東西 能夠招引到客人的 又不太過操縱的 那就可以想一下 想一下不行 又可以調整 不是說 推出重生國骨飯 不行 一定要做 不用這樣 那我就想 既然博彩 都是我們將來的那條路 是不是每一間 你可以限定它 你再加一些計劃 做一些環衣上來 不要來的 都是這樣 於是可能有些 好像舊底 只有一間的 當時 又叫做奧魚 後來是奧博 現在又是奧魚 它不是有一個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都說過 金路彩票 都是你說的 我覺得政府可以要求 喂 你們弄些花樣 不要來都是大小 開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要多元化 我就這樣想 可能我和這個大小 不是倒了那些大小 就是整個大的形勢 其實我就覺得 不需要去矮化那個博彩議員 應該 沒有這樣的必要去迎合 你不用說 在學校中學都在想 搞些什麼賭 你就召集博彩界 和有關的官員 因為我記得 我也跟你說過 奧普時期 促進一些 紡織和制衣的配額 都有跟大家在業界去談些 美國人什麼時候 有來看我們 我們要怎麼做好它 也有說的 我們現在也是 我們要搞好我們的博彩 不要搞味那麼重 或者好像我以前也和你提過 幸運 就是做一些環節 抽獎 這樣也可以 多些花神 老實說 澳門回歸之初 賭業在2005年起飛 那時候大家覺得 澳門是很乾淨的 就算是賭業也好 當然你說 有沒有因為賭博而衍生的 各方面的 所謂古靈精怪的東西 在賭場裏面 當然有 或者在界限裏面 當然有 當然有 將賭仔綁架 又怎樣又怎樣 有了 命案也有了 有了 但是 你想回頭 如果 比起 柬埔寨 比起 緬甸那些 我們真的是小兒科 當然這些希望 政府 警方 能夠有威嚴的壓制 你不想有看到這些 連這些我們也不至於看到 有些事情我想合法化 你知道澳門 買香港馬仔 是不是不行的 沒有人公開會被你受註的 因為受註是犯法的 你當有人 犯法就是不行的 犯法的 綠合彩呢 都不行的 都不行的 是的 那澳門買不買到 中國的足球福利賽票 買不到 買不到 沒有人公開有個檔口 我希望 我希望爭取合法化 因為香港買馬仔 是不是在香港合法的 好像澳門買 澳門你不給他 好了 我們跟香港談談 你能不能給澳門公開買 對他的採詞有幫助 你有沒有聽過一件事 合法的 香港澳門都有做 就是我們的馬場 播某個地方澳洲馬 而接受別人的頭轉 你聽過沒有 合法的 不過我始終 我自己覺得 你的建議是善意的 會令到多姿多彩 百花齊放 但我的建議也是這樣 你未必可以的 可以嘗試一下 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要講好處 澳門香港有時候播一下澳洲馬 成本是不是低啊 是不是 但是你一樣可以有人來玩 甚至現在高度電腦法 電碼頭住也有 這個不犯法的 其實老實說一件事 那就皆大歡喜了 其實老實說一件事 就是你沒有辦法壓制人 尤其是中國人 不論是海外 海內地 去賭 是你壓制不到的 對 有沒有香港的朋友 來澳門 用電碼頭住買香港馬 一樣有 我簡單講一件事 你現在用科技就可以了 我講一件事 不論任何年齡 包括上了年紀的長者 他們都會去打麻將 或者打喬牌 打啤牌 輸一頓菜 很多的 其實在內地也很多 其實這種博彩 或者賭博 或者這種遊戲 其實就真的很難倒絕 今集我特意想提出 既然容許我們繼續經營博彩 是否可以在這個內容斟酌下 可以還是不行 可以不用即時發出牌 現在不能讓你住 明年行不行 後年行不行 還有另外一件事 政治正確的 代理中國足球福利彩票 是阿爺的 你令到彩詞增加了 你和我如果上去旅行 上到中山買那些彩票 可以不可以 在那些維民 人民服務 那些暴定 福利彩票 是不是可以可以 是嗎 我想現在做了四大的 就是審審審 就是60%那些 我想這個是對的 就是我們 我們希望 正如阿宇Sir 經常都說的 是1加1 或者0加1 都是有增長的 大個原有 那1帶4 4是每樣15 即是60 那1還是40 是吧 但是我希望 大家是把這個40 那個基數做大它 千萬不要 為了遷就那40 壓小那個倒葉 就把這60 還沒想到 都當它是60 那就麻煩了 當然你說 澳門現在財政 就算如果我們去到 1300億的出年 就可以頂順了 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我始終認為 是沒有必要 是故意 是將那個倒收 是壓低下來的 沒有必要的 總結我剛才所說的 我是希望優化個博彩 既然反正都是玩 上面都用個賭字 就是賭得好些 那我就看不到 搞那個足球福利彩票 對澳門有什麼不好 對內地有什麼不好 其實澳門作為一個博彩出名的旅遊城市 其實澳門是全世界 少有這麼小的地方 有齊這麼多種玩法 哪有世界有個城市 當時又有賭狗 又有賭馬 又有賭百家樂 還有回力 還有回力球 沒有的 其實這些是一個賣點來的 是 回力也是一個賣點 未必我們可以在賭注那裏 不要讓大家拼命 最重要就是一個幸運 幸運 幸運 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 Casino 那個三個字 用普通話叫做 開心奶 開心奶 就可以了 所以我認為與其 是說 沒有我們就騙到那裏 那裏 倒不如 有很多玩意 可以多些花樣 令到澳門回復 一個真是 值得人家回味的一個賭成 我想把澳門 變成一個俱樂部 俱樂部很高級的 玩得開心 也都玩得開心 聰明一下那些事情 都可以 還有一件 政府都不斷在發展 叫做負責任博彩 我覺得這件事 雖然就好像說 假渡學 已經開得到 希望殺數大的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可以並存的 負責任博彩 和不要有病態的賭徒 這些都是澳門 因為你 始作勇者 你起了這個壇 可能就會引起其他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 是我們將來的 那個博彩 加上這些成份 就會壓制著一些 控制不了的人 我們會分很多個禮拜 繼續逐一個行政的範疇 去談 起碼都有五位司長 審計和廉署 就沒有特別去評論 因為他評論 起碼有五個範疇 我們會繼續說 這一集我們主要講 特首所特別重要 向大家提出的幾件事 住什麼時候都仍是重要的 至於博彩呢 既然仍然是用它帶動非博彩的元素 我希望在今屆的這個博彩期 不是政府任期 是這十年搞好這個博彩 多姿多彩 我看呢 你說 又能夠令到大家開心 又不怕說令到同胞 有什麼不行 就是玩的 我想呢 今次呢 就那個 那個 住屋那個問題呢 我想現在有一個問題發生了 其實今次呢 都會鬆綁 那個私人 那個 土地的投標或者拍賣 會有些地 那裡不是說很多 特首都說了 它其實不是說多少這些問題 就是最關鍵是整個房屋政策 是 令到一些建築商 它可以有健康的經營 是 但是呢 因為現在的經濟狀況呢 是不明朗的 那變了呢 就是 不論任何的樓市 包括 這些甲心階層的屋 都會成為一個 大家有一個觀望的態度 公屋是不用怕的 這些 因為那個價錢 真的相差 是很遠 令到很有吸引力的 是 但是你去到鑑屋 或者現在 新開盤那些 就是準備 未開的 未投標 未競投的那些 會不會呢 就是 現在澳門 其實現在 新建了的樓 的銷程是怎樣的呢 我看 那些數字 就是一般的 還有 有了 刀庚的地方 就是 原來的 海一居的地方 就是 會在一些高 刀庚 樓宇 然後 將其他有些可能要發展的地方 就是 牽涉了的人 才可以拆 有些 你當年都看著它發展的 台山 加翠麗 平民大廈 後來又起高了 如果 有刀庚 是不是可以把它拆 起高一點的層呢 是吧 你才有條件 你沒有刀庚的樓宇 你怎樣 牽涉那些人呢 是吧 下集我們再講 多謝威哥 下集我們 下集我們